大家好 我老婆在这里做这个鸡肉 刚才买了这个鸡肉 两公斤的鸡肉 怎么了 鸡肉 这个不行 安吉拉看到了 安吉拉往这边跑的时候看到鸡肉 鸡鸡鸡鸡肉 猪猪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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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爸爸给你打开 爸爸打开 你做什么饭呢 鸡肉米饭 我以为他要做那个鸡肉 单独做鸡肉 给给给给 吃吧 这个扔垃圾桶里面 扔到垃圾桶里面啊 扔进去 哎呀好了好棒啊 安吉拉又开始扒这个抽屉了 这里面都放什么东西 土豆洋葱 土豆没有洋葱 土豆没有洋葱 走 这个锅好大一个锅 这里面现在已经 放里面油了 辣眼睛 洋葱 鸡肉 还有大米 这是一公斤大米 210卢币 我老婆做饭把安吉拉赶出来了 不让他在这里面 因为我老婆害怕倒那个洋葱 或者鸡肉的时候 这个油烹出来 碰到安吉拉身上了 就把安吉拉赶出来了 安吉拉现在在这里 扒拉这个柜子呢 饼干 给爸爸呀 给爸爸捡起来捡起来 给爸爸拿过来 递给爸爸 对 就是这个 递给爸爸 谢谢 又掉了 又开始咬了 扔垃圾桶里面 垃圾桶呢 垃圾桶在哪里 哎呀不停 那里有垃圾桶 扔到那里面去 小心头啊 小心头 扔进去了没有 没有啊 掉到那里面去了 好了好了好了 放到那里吧放到那里 对对对 好你出来小心头 头头 好了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 放那里垃圾桶放在那里 还没有扔进去 安吉拉还看一看啊 嗯 嗯 我老婆说 安装空调就是好 不热 安吉拉刚才吃了一个鸡干 一个鸡干 他自己吃完了 然后吃完还想要 还想要 还想要 走 走 走 好好好 给爸爸 爸爸放到这上面 打完吉拉吃鸡肉呢 已经做熟了 盘子都不要了 爸爸不吃爸爸不吃你吃 我刚才小李过发信息说 让我给他老婆换点钱 送过去 然后就是前两天小韩 给他老婆换的钱 我到现在还没有送呢 因为那天 说送 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打通 哎呀呀呀 好了好了好了 好不要了不要了 打电话没打通 然后我给小韩打过去 我说你老婆的手机号没打通 没人接 然后 小韩就跟我说 他说等 小韩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到时候我再给他老婆送过去 这是过了两两天多了 他也没给我打电话 然后刚刚刚小李打电话 然后我跟小李说 我说刚好 你和那个小韩你们两个商量着 我一次给你们两个送过去 跑来跑去确实有点热 我丈夫娘昨天晚上去我二九哥家 今天回来 昨天和我老婆要钱 说坐车呢 我老婆不给 然后说给别人借 然后就是到时候让我老婆还 昨天没有回来 今天结果今天把我二九哥一家 再带过来了 他带过来之后 我老婆就有点烦 就有点生气 然后就是 然后我丈夫娘把他带过来 也就是说什么 就是带过来 就直接说今天让他住我们家 我老婆不同意 我老婆不让他 不让他住 我老婆都不高兴 他们过来 刚刚跟他们说 不让在我们家住 跟我二九哥说呢 我二九哥就不就不说话 三个人 一人报个手机 我老婆 把那个鸡肉 然后今天下午买的鸡肉做的 然后只我老婆吃了一点那个米饭 然后把鸡肉全部挑剪出来了 然后放起来了 只剩下米饭 阿吉拉开始切水果了 好等一下等一下 好了切 快用手切 快点 快用手切 快快 切 好好好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